哈喽,大家好,我是环球旅行博主北石 此时此刻我又穿越到了香港 我身后就是香港著名的元朗灯笼街 哇,看到我手上灯笼吗?是不是非常的可爱 这里过节的氛围超级浓厚,我们赶紧逛一逛 每年的中秋,香港的元朗大桥街市都会挂满一个个灯笼 氛围感十足 这些都是手工吗?全都是手工 但这个是竹子还是铁?它是铁 铁,它比竹子还好 这些灯笼基本都是手工制作 由当地人自己设计,古色古香的样式彰显传统文化 这个中秋国庆,香港有超多文化活动 比如大坑舞火龙,它还是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 大家共同挥舞火龙,热闹非凡 另外还有刷爆网络的维港烟花秀 这个时隔五年的烟花表演放了足足二十多分钟 大家一起见证香港夜的魅力 我现在就是在香港的维多尼亚港湾 来看一下后面的景色,是不是很美呢? 来看一下 香港的摩天大楼实在是太多了 晴天看特别美 其实傍晚看的时候,哇,晚霞笼罩整个维多尼亚港湾很美 当然这次国庆来香港最重要的一个节目就是 看国庆节的香港维多尼亚港湾的烟花表演 哇,这个烟花真的是太美了 我已经很久没有见到这么大规模,这么美的烟花了 今天看到实在是太开心了 国庆去香港旅游,是怎样的体验 先进罗湖考案,在沿沼中过关 到香港了,港铁上有很多人 值得一提的是,港铁移动支付刷码很方便 刷码出炸 香港街头,到处都是人 商场里也有很多人 开始七番拜拜 吃 operating 请不吝点赐